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新浪战区市 我是林远山 在节目开始之前 首先请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给您的朋友 下面开始我们的节目 格拉西莫夫 苏罗维京不想不战而退 普京也不想离开赫尔松城 那么俄军为什么要撤呢 苏罗维京所谓的乌克兰要炸新卡水电站大坝的说辞 显然不够分量 好在客工的内幕人士透出了消息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的前将军表示 11月9日坏消息太多 伊朗很难提供导弹 美国的中期选举 拜登也没有一败涂地 两者共同构成了普京交出赫尔松的最后一根稻草 SVR的前将军表示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罗舍夫去了伊朗 可是谈下来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不能完成普京为乌克兰前线设定的最低任务 明年年初伊朗只能交付总共287架无人机增加供应量的问题 之后再说 弹道导弹的情况就更复杂 伊朗留给自己用的数量就很少 而且导弹发射装置仍然没有下落 他介绍说 从前线的情况看 按照目前的趋势 明年夏天之前 俄军将不得不离开所有被战的乌克兰领土 退居克里米亚防御 而且和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的五个州 罗斯托夫州 沃罗涅日州 别尔哥罗德州 库斯克州和布良斯克州 他们的部分领土可能会失控 他强调 这是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专家 以及国防部和俄军总参共同的看法 虽然说动员兵当炮灰能抵挡一阵 但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没有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在谈判方面 已经通过各种形式传递了消息 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乌克兰人对军事胜利充满了信心 拒绝做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让步 坚决要求俄军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 只有克里米亚如果能非军事化 可能会考虑另外的安排 根据传递出来的消息 普京几起小圈子不能接受这些条件 普京因此压力山大 出了状况 癌症让普京的消化系统问题严重 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在严格的揭示 加上有震发性咳嗽 头晕 睡眠障碍 腹痛和持续的恶心 更不用说还有帕金森和精神分裂的症状 SDR的前将军写道 一直在用药的普京公开露面越来越困难 除此之外 还有被暗杀的风险 因此他决定在新年后转为自我隔离 大部分时间在配偶掩体的住所中度过 根据他的介绍 普京承诺在自我隔离之前会对外宣布 这不就等于撂挑子不干 就等着被宣布辞职了 俄罗斯防长邵一谷下了撤军令 从涅布河右岸退出 对于一直密切关注这场战争的人来说 这并不令人惊讶 他必须非常公开的下达这个命令 但是 战地指挥官们的反应 能让我们看到更真实的情况 根据电报频道福德加媒体报道 在赫尔松州的东北部 撤军正在进行 大多数没有受到乌军的干扰 可是因古列次河以西 情况就完全不同 乌克兰涅布河右岸 截至周四十号下午 已经收复了十五个定居点 都进行了回归乌克兰的公投 票数是百分之百 在因古列次河以东 乌克兰推进的相当快 收复了九个定居点 先锋部队已经到了拉基夫卡 距离贝里斯拉夫 只有二十公里 贝里斯拉夫的俄军人员 设备物资和燃料已经撤下 通过了大坝上的临时桥梁 没有受到炮击 一些军事评论员判断说 乌克兰担心闸门绝口 一直不敢用海马斯 打击新卡大坝上 俄军修建的临时桥梁 因此大坝就成了俄军 唯一的安全撤离通道 在因古列次河的西侧 六个定居点被收复 最接近赫尔松的是机械利夫卡 只有14公里 这六个定居点都属于俄军的第一道防线 赫尔松城内和周边的第二道防线 那里的指挥官正在等待上级的书面撤退命令 截至11月10号 这里的人员和设备仍然是原封不动 如果要是撤退 可能会使用赫尔松附近的渡口 这一带有五个渡口 两个在赫尔松城里 两个在安东诺夫斯基铁路桥旁边 最东边的靠近英国列次河 地图上的轮船标志 是右岸的庄载渡口 船毛的标志是左岸的登陆点 上周 这些登陆点都得到了严密的加固 附近都出现了战壕 赫尔松城内至少有两个庄载点 一个在市中心 另一个在港区 在这里装载的渡轮 基本是去了河对岸的霍拉普里斯坦港 但是该港口在过去几周遭受重创 使用频率最近有所降低 军事评论员指出 俄军如果想在英国列次河西侧 横渡涅伯河必须使用渡口 安东诺夫斯基大桥 或者到更东边的渡口 必然遭到海马斯的打击 想象一下 在前有天险 1.6公里宽的涅伯河 后有追兵的情况下 即使一支训练有素的 三万多人的正规部队 要在炮火下 穿越开阔的地形 城市地区 然后渡河撤退 该有多难呢 更何况是三万多逃命的动员兵 争先恐后的穿过水坝 受损的桥梁和扶桥 会发生怎样的恐慌和混乱 周四十号 在社交媒体和乌克兰国家电视台公布的视频画面中 乌军声称 第131独立情报营的部队 从俄军手中夺回了赫尔松附近的斯尼胡里夫卡镇 该镇距离赫尔松市仅45公里 在乌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 军事分析师认为 在电视上公开宣布 俄军撤离赫尔松州 是高层犯的巨大错误 因为如果士兵们知道 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就不会坚守真谛 这可能会导致士兵完全放弃重型装备 并造成恐慌 完全是菜鸟错误 北约武器专家塞纳表示 每个炮兵都梦想着 在空旷的地方抓到敌人 并把他们紧紧地束缚在咽喉耀道 比如说 俄军试图用缓慢的小渡船 渡过宽阔的河流 但他们却在M777 TZH2000 AHS谢氏和海马斯的射程里 英国国防部认为 由于过境点有限 俄军在试图渡河时 将会很脆弱 撤退很可能 会在几天内进行 乌军的炮火 将攻击撤退的部队 但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陆军上将米利表示 俄军可能需要几天 甚至几周的时间 才能将部队全部撤到作案 乌克兰方面仍然对撤军 持怀疑态度 指出一些俄罗斯部队 仍在赫尔松 并且正在向该地区 派遣增援部队 他们认为 这可能是一个计策 周三九号晚上 泽伦斯基总统的顾问 阿列斯托维奇 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 他们正在撤离 但没有像全面撤离 或重新集结石那样多 但是在米利看来 初步迹象表明 他们事实上正在撤离 我相信他们这样做 是为了保存实力 以便在涅布河以南 重新建立防线 但这还有待观察 战略上 俄军逝去赫尔松右岸 是普京无法建立 到达奥德萨的路桥 10号 乌军总司令扎鲁日内将军 发推文称 敌人的所谓善意姿态的背后 是我军的重大努力 正如敌人从基辅和哈尔科夫州撤退 放弃蛇岛一样 从赫尔松可能的撤退 也是我们积极行动的结果 沿赫尔松州线 乌军已经摧毁了俄方的后勤线和支持系统 破坏了敌人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因此俄罗斯人别无选择 只能逃之遥遥 扎鲁日内认为 由于既不能确认 也不能否认 俄军从赫尔松撤出的消息 所以还是以不动至万动 继续暗计划开展进攻行动 乌军总司令总结道 自10月1号以来 乌军在俄军的防御纵身中 前进了36.5公里 收复领土总面积达1381平方公里 沿赫尔松轴线收复了41个定居点 仅在9号一天里 沿佩陀罗拉夫利夫卡 新赖斯克轴线 乌军前进了7公里 重新控制了6个定居点 107平方公里领土 沿五一城赫尔松轴线 乌军也前进了7公里 重新控制了6个定居点 收复领土面积157平方公里 自2月开始的俄乌战以来 在基辅之战 哈尔科夫战役 库普扬斯克战役 和赫尔松之战 俄罗斯军役失败 塞纳认为 正在进行的克雷明纳战役中 俄军的生存机会也很渺茫 9月30号 普京宣称 赫尔松永远是俄罗斯的 但这个永远正好持续了40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